10月1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 习近平指出,中简建交65年来,两国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成就,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互利双赢的典范。 中简都是重情义的国家,中简铁杆有益,牢不可破。 双方要常来常往,保持高层战略沟通,用好两国政府间协调委员会机制, 落实好构建新时代中简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推动中简关系好上加好。 习近平强调,共建一带一路给柬埔寨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 中方愿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同柬埔寨五角战略对接, 加快充实中简钻石六边合作架构,打造好工业发展走廊和榆米走廊, 推动更多惠民工程落地生根。 中方支持柬埔寨机场文物古迹修复等项目, 欢迎更多柬埔寨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鼓励更多中国游客附检旅游。 我愿途你一道宣布将2024年确定为中检人文交流年。 鸿马奈表示, 昨天我认真聆听了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发表的主旨演讲。 习主席的讲话展示了战略远见, 提出的重大务实举措必将引领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更大成功。 检方对此高度评价并热烈祝贺。 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检方提供的宝贵支持。 检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 坚定支持中方核心利益, 愿以庆祝检中建交65周年为契机, 同中方加强交往合作, 推进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合作, 构建检中命运共同体。 欢迎更多中国游客附检旅游。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要倡议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和平台, 检方积极支持。 要需要任何者可乱者可乱或平台并立场。 应该将方士可乱认我的位置结束。 那么多代表现成数学位。